双卡加油为核对账单四天后变倒刷 伪造文书 双卡买东西你会核对签单上的卡号正确吗 这动作很重要可别偷懒 否则就会像台中罗小姐一样被指控倒刷 伪造文书 我只是去加一个油 然后现在变成我被杠涉嫌倒刷 上个月14日中午 罗小姐开车到这间加油站加油 他人就坐在车上 将信用卡交给加油站人员 刷了1272元后 收下信用卡和发票签单就离开 四天后终有来电告知 账务出问题 刷到前一位客人的信用卡了 怎么会我拿到了收据 跟我的信用卡号完全不一样 我给的信用卡当时并没有过卡 也就是当时没有我任何的消费 得知刷错信用卡后 罗小姐立即到加油站处理 加油站站长还表示 交由警方调查 并强调是刷卡及失误 但几天后罗小姐被叫到警局作笔录 因为她被指控倒刷和汇造文书 这个卡既然是别人卡号 操作的人不是在我的手上 可是现在我被涉嫌了 这个我觉得是无妄之宅 将信用卡交给加油站人员 不但没付费成功 还变成盗刷他人信用卡 更让罗小姐气的是中油急着撇清责任 警方调查后表示 调阅监视器双方都有取回各自的卡片 诡异的是前一位客人离开 15分钟后罗小姐才抵达加油站 为何会变成盗刷对方信用卡 他们也不清楚 真正的原因没有出来 原因出来之后 如果是我们这边什么设备 还是人员什么东西 我们一定会检讨 到底是刷卡机出包 还是银行连线有问题 目前都还在调查中 案子也移转台中地检署侦办 地方中心刷卡要核对资料 报道